小米这两天大家都已经刷到那个新闻了 就是欧哥如大家所愿正式推出中国市场了 其实这个新闻一点都不意外 每个月大家都会做出类似的这种预测 真正意外的是当年他怎么就决定进入中国市场 反正对于我们二手车商来讲 除了MDX之外 任何欧哥车型 不管你是合资还是全进口 卖的都比较慢 所以这次我觉得欧哥退出中国市场 没有出乎任何人的意料 除了欧哥的4S店稍微有点吃惊 有点难受之外 其他人应该都表示比较淡定 但既然是蹭热点 那我们就要把爆料的工作给做到位 我们来从二手车商的角度来看看 欧哥这个品牌到底怎么样 它的退出对我们的声音有没有影响 刚才也说了 就对于二手车商来讲 欧哥旗下最上销的车型 其实是MDX 尤其是2010年2011年前后上牌的车子 3.7升的排量动力够用 然后SH AWD的四驱系统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它的配置做工用料 还有稳定性都要比德系的同级别对手 同年份的那些车型要好上不少 但是它的价格要比德国的那些同级别的对手 低个一到两万块钱 所以这个性价比一下子又凸显出来了 对吧 要不是因为买不到 这车早就火了 而像合资之后生产的那个IDX CDX 其实热度就一下子掉了很多 车子也非常的秀 尤其是跟本田同款同平台的这种车子去比 你会发现它的做工用料配置各方面都是全面超越 但是呢 二手价格就是卖不上去 我们说新车端啊 定位豪华的欧哥是本田高盘不起的 而到了二手市场上 本田是欧哥高盘不起的 因为对于RDX和CDX来说 欧哥这个豪华品牌的水分啊 已经被在二手市场上已经被炸得干干净净了 这个车子能达到同级别本田车的这个价格 能咬在一起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欧哥的车可能卖不过同年份同里程的本田 就拿这台CDX来说啊 它现在的价格已经14万多了 竟然还是滞销 没有人来买 而同年份同里程的CRV15万多很正常 还有很多16万多的呢 而对于RDX我们之前卖过 进口版的3.0排量的版本 那个保值率真的是惨不忍睹 而到了2.0T的国产的RDX 这个保值率稍微好了那一点点 但好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新车价格下来了 依然是比不过同年份同里程的这个贯道和URV 你说这找谁说理去 而更加冷门的TIX这个车呢 就更没有办法说了 因为我们理论上来说就卖过一台啊 但是别的分站我自己也没有摸过实车 而那台车的成交价格呢 其实也就是这个高配版本的1.5T的贯道 或者是英式派的这个行情 但是它用的是2.4的这个发动机 所以卖有办法做一个非常准确的横向的比较 但无论怎么说 能把那台车卖掉 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幸运 昨天晚上我看到欧哥退出中国的这个新闻 然后把它转发到我们公司的群里面 没想到大家是非常的冷漠啊 没有任何人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其实这样的冷淡表现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的 因为我们觉得 无论欧哥是退出中国 还是这样苟延残喘 对于二手车市场来讲 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车子该怎么败怎么败 日子该怎么过 还是怎么过 因为现在欧哥他的厂方的很多行为 已经是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他的新车端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所以对于二手车行情影响最大的这几个因素呢 基本上处于一个完全忽略的一个状态 都已经归零了 而且过去几年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零木退出中国 还是雷诺退出中国 对于他的二手车 尤其是合资品牌的二手车 行情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大家都已经把这种消息提前消化干净了 他们的这个二手车的行情 已经完全体现在自己的产品力上了 该卖多少钱 人家真的已经就卖多少钱了 你看雷诺的克雷奥克雷加是如此 而零木的那些车更是如此 甚至进口零木的那些非常优秀的车型 因为后继无人了 反而价格上去了 比如说像超级维特拉 比如说像苏伊特 又比如之前的凯泽西 对吧 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上 这三款车都是一车难求 但是关于欧哥呢 我必须说几个公道话 就是这个车子 它的这个做工用料 的确是比本田要好上很多 而它的动力总成 它的底盘呢 也不会比本田来的差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车的产品力 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而它目前的这个价格完全没有反映出自己优秀的产品力 而我最喜欢 最愿意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的一个案例 就是RDX 而这款车的的确确实被人低估了 而今天早上 在我准备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又悄悄的做了一下CDX的功课 所以现在呢 我要正式的奉劝那些准备买二手CRV的用户 您不妨考虑一下CDX这款车 因为它不会让您多花任何钱 但是在造型上在做工用料上却比CRV有不小的提升